下下來之後把它解壓說反正至少會有 第二個就是說 可以到那個Python的官網上面去下載 反正就安裝一次就好了 有時候反而會 比較快因為有時候環境我不確定 電腦裡面會不會有什麼壞掉的檔案或怎麼樣 你一直去try 沒有答案的 如果還是不行那乾脆就是 這樣會比較快 其他的話就是download這個 所以有些細節假如忘記我建議就像那個 像至高一樣他說上個禮拜 從第1集就看到第6集 一口氣就重新再看過了 就補進度就對了 當然你就很快 所以環境各方面的東西你就慢慢熟悉了 這東西其實 可能也沒有別的訣竅 你說要再快就沒辦法再快了 而且 我已經盡量講得很簡單的啦 說真的我已經盡量把那個 能夠拆解的部分再拆解了 然後不要一下 雖然很厲害啦 我看到網路上很多人都很厲害 可是你中間內很多東西 等於是有點像高樓上面直接在蓋一個高樓 你都還沒爬到高樓你怎麼蓋上去 對 那我們在按部就班的 所以剛剛 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用request 把東西先抓下來 對不對 第二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 再把它 爬成我們要的東西 就是有點算串 串的方法 我剛剛用fine的方法 這個fine還蠻好用的啦 當然你也用數的啦 如果說這種 像YouTube的 位置 跟他的 長度應該都不會變 如果不會變的話 有時候你不要 就是 太花時間啦 就真的 事情可以先解決再說 你說哪一個方法好了 反正有的時候 先可以把東西先做出來 再來的話 如果我做完之後的話 我希望能夠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 再下一個步驟 就是說 我希望他能夠變成一個清單 各位可以看到 我希望他能夠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這個之外 可以幫我串成前面是一個option 後面有option 為什麼 因為將來我可以把它丟到 網頁嘛 因為 其實 上個學期python 跟這學期jango 最大的差別 實際上上學期 主要是在下面顯示 但是他沒有辦法跟使用者互動 所以這學期jango主要是把 上學的東西 能夠也跟使用者互動 一定要放在網站上面 差別只要 怎麼樣把它轉 所以轉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 下方比較單純 因為他就是 簡單的文字 但是你要丟到網頁的話 他就一個 HTML 所以特別只有 python到jango 就是 本來是文字 有沒有 TST 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變成那個 HTML HTML裡面當然就包含 還有CSS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Image 有沒有 甚至未來還有什麼 還有影片 還有 等等 其他有的沒的 甚至還有Database 我們都還沒有加進來 OK 未來其實你 甚至你網路上抓的東西 你可以先 先餵到Database裡面 可能他有一個Database 然後Database再餵過來 可以啦 只是說 又多一個Database 那複雜度 相對的也就越高 不過 沒辦法 這些東西 一定要先一步一步 你前面都不熟 後面就不用講了 有些東西 網路上即便複製貼上 可是那是別人做出來的 細節他不會告訴你 可是他是用他習慣的方法寫 你用他的方法不見得是 你可以馬上習慣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怎麼樣可以把它串成我們要的 結果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之前 就是前面也許先串一個這個東西 再把東西 這個中間再串一個這個 然後呢 再串一個什麼呢 Option 串的方法 當然 特別注意 我們可以把東西 先怎麼做呢 也許 我在這邊找到之後 然後呢 可以串 所以串的話 第一個 我可以 先建一個 變數好了 這個變數名稱叫HTML的什麼呢 TST好了 假設這個是我將來要輸出的 那他的前面 在串之前 串什麼 串這個之前 前面一定要有一個 字串 什麼字串 就這一個 這個字串 所以把這個字串 HR你可以從那個 我們之前的縫上面 直接複製好了 好 複製到前面去 所以他 這個變數呢 先加一個這個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複製的東西裡面呢 假如說有雙引號的話 那你會發現貼過去呢 這邊就出錯 為什麼 因為呢 他分不清楚到底這個雙引號 是裡面的雙引號 還是外面雙引號 所以如果他是裡面的雙引號 請你記得喔 請你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 前面有講過那個 拖曳資源 表示說 這個是裡面的喔 不是外面的喔 分得出來喔 OK 其實像什麼還蠻多 像單引號也可能需要啦 單引號 裡面 外面 我們也都會用到 所以要分清楚 OK 所以貼過來之後 那這裡面就先放 這個東西開頭 那過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先不要print 我們就把它串接 串到它後面 怎麼串到後面呢 先把print delete掉 然後呢 把這個 html 這一串有沒有 前面加個加 加等於特別注意喔 加等於就串接 如果是數字就是累加 如果是自串的話就串接 串在後面 那我要什麼 這個東西 再幫我串 什麼串這個 串完之後 你可以參考這邊 串完之後呢 再加一個這個 再跟後面的串 所以其實只要你 這個也很容易出錯喔 一點點錯都不行喔 因為一點點錯 你最後顯示就是不一樣喔 OK 那串什麼 串在哪裡呢 串在 這個的前面 所以我把這邊 這個print 不過特別重要 print 後面這邊有個瓜尾要拿掉 然後把print 拿掉 改成什麼呢 改成 這個 串接 直接到前面去 我們剛剛是把它 列印出去 現在是串接起來 那串什麼呢 串接一個 剛剛的這個東西 就是剛剛 後面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 雙引號 加 就是指的是這個 串在他們之間 所以這邊的話 再加一個 反斜線 OK 後面這個 刮斧拿掉 因為這個print刮斧 所以他串這個 然後再串 然後這邊一定要在這個加號串接的意思 所以串他 然後跟他 加一個東西 再跟後面串 應該看懂意思啦 所以串完之後他就怎麼樣 先串 這個 把 這個加在裡面 再串這個 再串後面這個 最後要串什麼 串這個 所以把它copy一下 貼過來 串 怎麼串 這樣子 然後雙引號把它貼過來 這樣就OK了 應該看懂我的意思啦 這需要很細心的 很細嗎 其實 不過 這種就是訣竅啦 如果你這些都OK 沒做錯啦 執行 看一下喔 Option 開頭結束 如果跟 看到的結果呢 如果跟 剛剛那個 這個這個地方看到是一樣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沒錯了 有沒有地方錯 不然很小心喔 好像一點點錯都不行 他為什麼沒有run出來 再執行一下 他沒有 裡面少一個什麼 啊 啊對沒有 啊 對對 所以你看 啊 因為我剛剛 喔 欸 對對對 所以你看 可能跨中午了 血糖不夠 所以有時候 好 因為剛剛已經串了嗎 串完之後你要把它拼得出來嗎 對不對 你看嗎 所以 你看 還是吳大哥最厲害 年紀 雖然 最資深 但是馬上可以講出來 但我同學還在 還在一頭霧水當中 OK好 Printer出來 看一下喔 結果 有了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換行 不過因為在網頁裡面 你換行 他換行方式 跟那個 在程式裡面換行 是不一樣的 喔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讓他有換行 換行這樣 就是反斜線N好了 假設啦 這個應該是不影響 然後反斜線N就是一個換行 他就會講 做成這樣這樣子 這個 Option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錯 有哪裡錯 這邊有對不對 可是這邊沒有了為什麼 因為 這個東西 應該是要串在哪裡 串在裡面才對 我們不能只串 如果放上面就只串一次 所以這個應該串這裡才對 放在這裡才對 不用放上面 所以呢 這邊再把它執行 不過 HTML 他可能要 先 宣告一下 先初始化 等於空的 沒有東西喔 再執行一次 看一下 哎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少加一個加啦 這個加等於 加等於就是 串接 如果你沒有加等於 他就蓋過去了 OK 好 所以這樣子有沒有 成功 12345 成功了 那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 再把 Option前面的東西 這一串 HTML 就是這一切 把它複製 再補到哪裡呢 補到前面這邊來 不過補過來的時候 特別注意 因為裡面會有一堆的 雙引號 那我們貼過去還要再補那個 那個什麼 Enter 所以我的習慣 1把Ctrl C 2的話 我就用計事本 把它先貼上 貼上之後呢 我全部先把它串在一起好了 因為我貼過去 我希望它呈現 一整 你也不要再換行 不然換行它又要再把它Delete 第二個的話 因為這邊 雙引號的B 變成 Ctrl-H 把它雙引號變成什麼呢 反斜線雙引號 因為你如果貼過去下來改 很容易改不到 所以呢 以前我VBA也這樣做 VBA是兩個雙引號 現在只是反斜線雙引號 做法都一樣 這樣的話 你就把它 把這一串 複製起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前面 意思就是說 我剛開始會有這一串 那你就幫我串前面 執行看一下 有沒有這些東西 HTML那些 有沒有 有了 串在後面 所以 它是一個 Slate Name是這個 Option 第1個第2個 最後面還有什麼 後面還有這些 後面還有把什麼呢 這個 Slate 一直到這些 Ctrl C 有沒有 然後一樣的方法 因為我要把它放到後面 所以 再把這個 怎麼樣 全部再串在一起 然後 再把它 Ctrl H 把它裡面的雙引號 全部變成反斜線雙引號 再把它複製一下 再丟到哪裡呢 丟到 這個層次的 後面 後面的話就是 再串一個嘛 所以 就是把這個串接 再串一個 然後 雙引號 把剛剛貼過來 把它執行一下 跑到回圈裡面 對對對 所以馬上有感覺 那就 所以一定要 上一層就可以了 對對對 如果你在下一層就是 它一邊回圈一邊串 不對啊 就串一堆 所以應該是全部跑完 再去串這個東西 這個可以拿 空白 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至高馬上有感覺 因為至高之前應該常常在串這個東西 有嗎 所以 有做過的你就會比較有感覺 沒做過 就會有個落差了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已經把一個網頁需要的 那些標籤都弄好了 所以下一個階段的話 就是把這個東西 再轉移到哪裡呢 轉移到我們之前的views裡面 那views裡面的話呢 要把它放到哪裡呢 就是當那個網頁 顯示的時候 所以你可能要放在 哪一個view呢 這邊 有沒有 之前是 當這個 顯示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 畫面叫出來 那所以現在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一串 東西 貼到這邊來 然後呢 當它 執行的時候就把那些東西 從網路上抓下來 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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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碼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我丟過來了 但裡面的東西 他會面目全非 所以 這個方法 很麻煩 你不能直接 丟網頁 你只能用Response出去OK 但如果你用那個 丟給網頁來接 會變成這樣 怎麼辦 你要想辦法解決 什麼方法 待會講 先從簡單開始 所以有時候 老師為什麼你不講一些 什麼什麼方法 因為我知道那個方法 一定非常的複雜 而且容易出錯 我們先從比較不容易出錯開始 先站上去了 你要再往上跳 至少簡單一點點 但你都還沒站上去 你怎麼跳 都跳不高了 OK 記得先試試看 剛剛的步驟就是 把 最後的東西 再串成這樣子 完成的結果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這個細節 恐怕 自己要 知道 關鍵就是 第一個先用 HTML 先串開頭的 然後進來之後 串接 這些 option 串在後面 然後串成我要的結果 最後呢 再把這個 他的 後面的東西 再把它補上 基本上就是 把它串成一個 HTML的網頁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如果你以前 曾經寫過 HTML的網頁的同學 對這個可能會 比較有感覺 也比較不會覺得 很奇怪 但可能以前 如果你 HTML 那個標籤 網頁 你比較沒有這種 經驗的同學 那當然 相對的會 辛苦一點 不過 細節我剛剛有錄下來了 所以如果你一下子沒有辦法馬上聽懂 沒關係 回去再聽聽看 因為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是天才 我講的東西如果你 聽一次就懂 那你其實已經有天才的成分在裡面 表示你已經有那麼的基礎了 所以有些東西啊 為什麼要是專業 這都不是一項專業啊 專業就是說呢 我馬上做馬上可以 做到我想要的結果 你才有辦法達到叫專業啦 不然的話呢 你想到什麼都做不出來 那 老闆怎麼可能每天都等你 那問題是說你什麼時候做出來 我不知道我現在卡關了 我現在撞牆了 他當然不可能聽你講這些啊 所以有東西其實還是要真的 紮紮實實的 所以我剛剛把那個 串接的方法 就加等於 就串接 關鍵就是加等於 那事 那事 以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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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